手游酷玩 没有找到困的 有点难受 然后随机给了一个 不是随机填补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 比如说畅耀鱼是战士 不是那个肉坦 他给的就是霸射绝醒 加一个生命值50%的护盾 这地方我是 太疼了 有点扛不太住 那这个地方我就 要一圈回来看有没有啥机会 这个地方在图战之后是自动回血的 那这个地方我也是直接一个一技能跨过去 然后一个二技能打一步伤害 然后这时候已经残血了 看一个这个护盾 可以看到生命值30% 最佳生命值的护盾 这地方继续跑要远 但是我的队友能不能 捡点这个困 我现在捡到一个好像不太够用 但是我家现在也是占据了这个小位置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这地方就慢慢等就可以了 不用着急 然后对面也是冲着上来 我们也是往回走动一下 他杀掉了我的队友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困 但是不够 这地方再捡一个 然后选招物金的第一目的 首先招物金他这个英雄比较肉 我这满地图跑 其实没几个人能一瞬间给我秒了 因为对面其实就一个空着 就是那个敌人杰 别人其实是没什么控制技能 没办法限制我这个移动速度 这地方继续要看看这地方都什么 我怎么一个困没找到 这地方对面敌人杰有点准了 上来找我 一张一技能跳上去 然后看起大招 二技能持续一台 继续二技能 然后再一个一技能 刷掉他之后 他身上掉落的困 我就可以捡了 这样的话也是身上拿到了不少这个困琴 回一波写抽继续跳上去 不能让曹操拿太多困琴 但是他已经拿到10个了 有点难受 不知道你的队友能不能限制一下他 我现在身上有起一个 我家阵击身上没有 安家身上也没有 这样的话就不要上了 这地方偶遇了对面 然后我家安琪拉一个大招直接杀在对面 然后曹操这层残眼 这种看了一眼曹操身上这个球最多 所以说 抢先杀掉曹操 我们先减 先减这个困琴 因为我们现在选的狠人偶 对面不一定能打死我们 这地方杀掉这个敌人杰之后呢 赶紧把剩余困琴全部捡走 然后一个一技能跳 但是我这个地方卡墙了 应该是没了 这地方又要上了 对面一口气应该是减了20个困琴 对面20个困琴 对面已经开始这个赛点了 倒计时 但没有关系我家安琪拉杀掉对面长青四岸 趁这绳我们也复活了 我们就快速上前减这困琴 那这边对面已经减起来了 但没有关系 这绳其实杀敌人也可以 但是我的第一想法 和我家真机不谋而合 杀曹操因为曹操身上困琴朵 杀掉曹操之后 曹操16个加我两个加真机一个 那么我们直接就可以触发这个赢的这个东西了 这地方我先把所有的困琴神解了 解完之后 还是没有到赛点 正机拿下一个三卡到赛点 那这边由于对面都没有复活 那么比赛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这个模式大家最好 就是不要被团灭 因为团灭之后确实是 你一旦被团灭一次基本上就打不了了 他这个掉的困太多了 然后由于你复活时间较长 对面只要往地坨后面撤 基本上就可以拿下胜利 所以说 这一波还是通过我家战机这一波三卡 我俩把坤剪完之后也是 遍临着这个无敌的这么一个境界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网友要新出的模式 叫做抢困大作战 游戏模式 这次出的还可以 算是一个小娱乐模式 大家没事的话可以体验一下 而且好像还有活动之类的 可以换那个皮革和灰尘特效 可以 大家 就是多打两次 然后换一下那个特效 还是比较炫酷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户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户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